字幕提供 講一下YouTube的情況之外 有關於 在這個疫情下 美國如何評估 對中國的政策會有什麼行動 先講YouTube 這兩天都發生一些不尋常的情況 如果看我的影片的人都會知道 為什麼你上完一次又再上一次 加料再上傳 事緣是這樣的 當我在影片裡講到有關武漢肺炎的問題 其實以往 幾乎一律都黃標 經過全世界YouTuber叫救命抗議 甚至白宮聯署 YouTube就叫做讓了一步 那一步是什麼呢 那一步就是要有一個所謂自我認證 Self Certification 這個過程 意思就是當你上載這段影片的時候在你的電腦上面 他就給你一個選項 你是要自我去確認 究竟這段影片的內容 適不適合登這個廣告 那麼自我確認就有幾樣給你選擇的譬如有沒有一些粗言慰語 是一些strong的或是輕的 譬如有沒有這個性的題材 有沒有槍械 有沒有這個暴力 又說有沒有這個危險動作 還有一個就是敏感的事件 這個敏感事件 他一直說得很清楚 譬如說你討論一些 有集體死亡 等等 說現在的恐怖主義的東西 這樣就不行 但如果你說是 討論這個問題的話 包括你可以討論武漢肺炎 其實都是沒事的 他在說 冠狀病毒 或者叫 新冠肺炎 不是用我的字 不是用武漢 是可以的 如果用這個就可以 你自己認識 拭後 上載 然後他會用AI跟你審查 然後 過了後你就雙案無事就可以有廣告 其實有一個月的時間 可以做到這個效果 沒有問題 即是會變成 錄標 又 periodically會變旱 你可能會想一想 是否這個標題有甚麼問題 稍稍改標題就可能會過關 一直相安無事大概是幾個星期的時間 到這個立場開始就突然之間 嚴厲了很多 黃標 什麼是黃標呢 我發覺到 是 你沒辦法不懷疑 Youtube負責做審查的 這個部門 是不是已經小粉紅呢 全面已經佔領了 你沒辦法不懷疑 在什麼時候開始的 就是當世衛的總幹事 譚生才 和台灣 有關於 他說指責台灣 去 網民 批評他 指責罵他 然後就有種族歧視等等 甚至是 恐嚇他 之後我講幾條片 是關於這件事 都很快就變了黃標 我要出盡狗牛二虎視力 兜了很多個回合 才能改造 他有機會變成錄標 我有些甚至 在前面加了一點點料之後 然後貼在那條片上加料再上傳 才有機會維持這個錄標 好了 那我就要問 是不是 世衛 譚生蔡 是 禁忌詞 是不能說的 特別是跟台灣那個 爭議 是完全不能鬥鬥的 我要問這個問題 這個 我未問完當然我也不知道 問誰好是不是 我問誰 我在那條片上問而已 沒有人會回答我 不過 他們回答我的方式 就給我黃標 我一直問他就給我黃標 本來黃標還有一個途徑 就是上訴 就是用人手去審議 Manual Review Manual Review的意思是什麼呢 因為他給黃標 一開始的時候 他就說用AI 就用這個 人工智能 去審查 一開始就可能有些關鍵詞 你說的內容 變成黃標 你可以Manual Review 你可以上訴 有時候可以有時候不可以 以前大多數不可以 現在 有些可以有些不可以 那我也算數了 對嗎 又是他說的 又說這個冠狀病毒你可以說的 你可以討論的 為什麼不行 根本我 沒有任何途徑 去問我究竟 不要緊 你都給我一個程序 就叫上訴 叫Manual Review Request Manual Review 是有這樣的機制 但是 剛剛有起碼三條片 沒有Manual Review 第一時間就說我Review了 Review了 是已經確定了你是 不能認你 是沒有講過 最新的這兩條片 正正是說 台灣 絕地大反擊 這個世衛 說他給他視警 是沒有提到人傳人 上了一次 黃標 他不等你上訴 他已經是說 上訴了你 是Manual Review了確定 加料再上傳 第二條片也是一樣 我就要問 YouTube 是不是已經取消了 Manual Review 這個機制 機制 是不是 你告訴我 是有人 有一個人在 看完之後 你的案情很嚴重 你沒有Manual Review 連Manual Review的機會都沒有 就馬上 變成黃標 我想知道這是不是新的政策 如果不是的話 你可不可以還給我一個公道 給我有機會 去做Manual Review 如果不是的話 我就覺得 雖然YouTube Groogle 是一個 私人機構 一個上市公司 但是 當 不僅是美國 是全世界的YouTuber 或者YouTuber的觀眾 依賴這些 資訊 尤其是在 今天這個 疫情 肆虐 那麼關鍵的時候 在豬流傳媒未必找到他們想找的東西 去 給他們 發表他們的意見 提供不同的疫情 最新的情況 而觀眾也都是 希望可以透過這些內容 去警惕自己 或者是去 決定自己做什麼 不做什麼 去保障自己的生命和健康 的時候 你竟然 用這些方法 去維護 這個世衛或者譚生財 處處 為他們 就是這個 就是 用這個方法去 懲罰 說出 真相的人 那麼這個是不是 YouTube現在的政策來呢 他真的懲罰過我 我用了很多 時間精力找了很多材料 通過我的 表達演繹的方法告訴我的觀眾知道 你告訴我一個麻煩 三秒之後 變成黃標 然後可能一個小時之後就confirm by review 那就玩完了 對我來說是絕大一個懲罰 對觀眾來說也是一個懲罰 可能他不知道他繼續看 那條片可以繼續播 但是 我做了那麼多事情花了那麼多時間 最後那個回報是只有一個吉 那我會不會 繼續 很有心機這樣做下去呢 這個就是 我們做 YouTuber 其中一個最困難的地方 我不知道你什麼時候發神經上來呢 突然之間就把我黃標 而且完全一些道理都不給我 一些理由都不給我 連上訴的機會都沒有的時候 我經常都在想 我是不是要 另謀出路呢 是不是要繼續 這樣做呢 是不是 你如果政策轉變你的透明度又那麼低 現在是不是已經沒有了所謂manu review這個機制 你喜歡怎樣就怎樣 這個問題其實是 YouTube是需要回應過 因為你雖然是一個私人公司 因為你是一個 私人公司的同事 也是一個發表意見的 全世界最重要的所謂 串流的一個平台 也是 全世界最龐大的有龐大的觀眾量 一個串流平台 他透過這個串流平台 才可以找到他想找的資訊 不管這些資訊是時事的資訊 對於疫情的資訊 或者娛樂的資訊 或者其他千奇百怪的東西 如果你是一個 全世界的串流 最大的串流平台 你就有一個很大的社會責任 去維護言論自由 就不是很隨意地 隨著這些審查人員的意願 你喜歡怎樣就怎樣 我就給這個黃標就給這個黃標 我覺得這個令我憤怒的地方就是這裏 你不可以 你不可以 隨意去做這件事 還有你做每一件事的時候 你要 需要有一個透明度 一個很清楚的標準 還有是用理由去服人的一個標準 你說你的罪名是什麼 為什麼要黃標 你說清楚我給人聽的罪名是什麼 你連review都不讓人review的話 就已經是 判了一個死刑 這個對於 所有人來說 對於 Creator來說 創作者 以及觀眾 都是絕對不公平的事 Groogle 說是不作惡的 你現在客觀上就作惡了 那是不是 需要清楚 告訴別人 交代 Creator 交代給觀眾 究竟發生什麼事 我不知道 我的情況 有多普遍 在其他YouTuber身上會不會發生 有些人可能不會發生 有些人說是針對你 心直口快 我真的不知道 沒有人告訴我是否針對我 不過我可以 從這個 情況我幾乎可以肯定很多跡象 我幾乎可以肯定 這種審查標準 是 大陸微博的審查標準 是大陸微博 是大陸 黨媒的審查標準 是大陸宣傳機器 宣傳部門的審查標準 他們用關鍵詞 一講台灣 和 世衛的關係 我想我這段影片也講不到 他就會給你黃標 首先麻煩你 先搞到你雞毛的合適 然後才慢慢 慢慢做 甚至連上訴機制也沒有 如果這樣的情況下我想問 YouTube 和大陸的黨媒 或者大陸宣傳 部門 去管制操控 審核下的黨媒 有什麼分別 我想問這個問題 無論如何 我有Patreon的平台 希望大家可以繼續 去那個平台 支持我 當然你可以繼續看YouTube我的頻道 我底下有很多的description 有不同的方法實際支持我 希望大家 我知道疫情 肆虐的情況下各行各業都受到很大的影響 我最近 無論是觀眾的量 無論是實際的支持 大幅大幅減少 減少的量是非常驚人的 現在 某程度上 在 在捱 調鹽水 我作為一個 你說不是100%全職 都是 份額很大 要靠YouTube 或者其他的網上平台 作為營運的經費 或者是 戶口的 這個做法 我仍然要繼續養家 對我來說是影響很大 影響很大 希望大家可以繼續支持我 共渡今天這個疫情下 包括這個 Youtube 我認為他在打壓這些言論 的情況下大家共渡時間 多謝大家暫時我們先談到這裡 好